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天鹅》也成为了叮当的代号 如今 大家想到黑天鹅就会想到叮当 但你知道为什么叮当要选择黑天鹅的造型吗 小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害怕跟外界的人接触 然后我很害怕跟别人去沟通 我很害怕就是跟大人出去的时候 我也很害怕跟别人去社交 就是对 我害怕外界的东西 我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觉得穿上黑色衣服的时候让我很有安全感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黑色 黑色有什么代表呢 就是后来我们就想到黑天鹅 黑天鹅身体小小却充满力量 魅力不输白天鹅 叮当当初参加蒙面歌手 是希望借着黑天鹅让大家重新认识她 而黑天鹅当然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不过被誉为全民情歌天后之后 是否能够转型将是个大挑战 一东一进的叮当 是否担心风格会被局限呢 所以当然因为我唱了很多关于爱琴的歌 可是爱琴的歌它又很丰富 音乐性会很丰富 我觉得它除了琴歌以外 它也可以是很电子的 它也可以是很摇滚的 所以我不怕就是大家帮我定性 12月19号 叮当将会来到马来西亚举办演唱会 同属台湾实力派琴歌唱将的阿令 早前也因参加中国真人秀 《我是歌手而爆红》 恰巧的是 阿令在12月19号这一天 也会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其实都有在为自己的演唱会 做足够充分的准备 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演唱会 其实主题内容歌曲也都会不一样 舞台上身经百战的叮当 不担心竞争 但站上舞台 还是有一件事让她感到恐惧 演唱会最难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些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 我觉得可能是我演唱会 有时候一些舞台的机关 她需要把我伸得很高 可是我还是有时候会有点恐惧 我觉得要去克服那些恐惧感 但是我会有一点点 而且因为女生又穿高跟鞋 叮当我爱你练习曲演唱会 将会在云顶开唱 叮当说 到时会让大家见识 摇滚黑天鹅 如果你也喜欢叮当 那就不要错过了 爱我吧 我等你一起玩 你会让我再讨论 我再讨论 我再讨论 你会让我再讨论 你会让我再讨论